Hello,大家好,我是Alvin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G 可能已經知道我出了來倫敦去找屋 我現在留在一間酒店,叫做Premier Inn 屬於一間比較便宜的酒店 但大家很簡單走一圈做一個簡單的房間 之後我們就出發去看屋 一進來就先講一下廁所 它有個好處就是有一個Overhead的Shout 洗澡舒服一點,而且熱水也夠 然後很簡單,廁所乾淨,全部日用品都沒有 牙刷牙膏都要自己帶來 我們沒有帶牙膏就需要買牙膏 簡單風筒也是有的 然後一眼就看光了 其實就是這麼大,一張雙人床 我和我弟弟都是躺在這裡 然後一張桌子 重點是它連雪櫃都沒有 變成我們一天三餐都要出街解決 雖然它可能一些日用品和一些必需品 可能雪櫃這些就不太齊全 牙膏牙刷拖鞋那些又沒有 但它的好處都很明顯 當然是便宜,33磅一晚左右 大概300多港幣一晚 另外一個重點是它的冷氣都蠻充足 在風口一直都噴出凍風 還有我們現在的位置在Cansington 和Else Court附近 都屬於一個治安比較好的 高尚住宅區的位置 所以如果以這個價錢 在這個地區可以住了幾晚 其實都算很便宜 所以我們先選這裡去下腳 剛剛就在酒店出來了 大家看到這棟酒店其實都不算很新的 但是三十多磅一晚你想怎樣 大家看看這裡附近的樓其實都挺漂亮 這區整體來說 都覺得尚算安全 如果以倫敦來計 我現在就打算搭這個地鐵 去一個叫Chicic的地方 看兩個單位 然後再在一個附近的地區 叫做Acton 又看幾個單位 順便帶大家看一下那邊的社區是怎樣 大概多少磅可以租到什麼質素的單位 剛剛就在Else Court乘車來到Chicic Park 其實七個站都不需要十多分鐘已經到 我還要多走十多分鐘才到我要看那間屋 看到對面是有一間Saintsbury 如果是的話都蠻方便 大家看到這間showroom 我相信都不需要我多說 你都知道這個地區是一個怎樣的地區 相信智安Target都有個抱 之後就去看第一個租盤 這個租盤的價錢是1600磅 就要走兩層 上到頂樓才是那個單位 大家都看到其實傢伙的電器都很新鮮 其實整體來說都很吸引 梳化也看到都沒有 坐一顆 它包了很多電器 微波爐 焗爐 洗衣機 雪櫃 洗碗 碟機 都有 還有 也看到陽光 我問它是不是也包了電視 它也包了電視 連下面的早生巴 其實你看到的東西都飽滿了 看看樓下的風景 就向著去花園 就是看到樓下的花園 因為另一邊是大街 向花園那邊反而好一點 因為會靜一點 然後再走進走廊 看看房子的其他位置 它就開了一些鞋櫃 屋主就用來擺很多雜物 整條走廊都是這些鞋櫃 去到第一間房 其實就比較偏小一點 如果大一點 大一點就完美 應該就放不到一張雙人床 可以放到一張大一點的單人床 但是 還有放到一些小櫃 基本上都放不到其他東西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我自己衝去主人房 但是先看廁所 看到廁所很簡單 一個棋缸 都乾淨 沒有髮毛 還有一個窗 看到屋主其實都打理得很乾淨 都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這間就是主人房 一張全大小的雙人床 有一個入場的衣櫃 就能放到一個間 resolution 帶我 Go 도 стороны 再看其他位 還多一點入場的衣櫃 還有一個暗格 可以加入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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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p 有得很棒 這位Agent姐姐其實也很有禮貌 而且很耐心介紹 我覺得她也很專業 這裡讚一下她 她正在講解她平時拿這些位置可以放些什麼 其實她介紹說覺得很好用 這裡是主人房的套廁 有廁所 有窗 但是洗澡的位置我擔心可能會有些髮毛 或者經常弄濕 有機會會弄壞天花的問題 我正在問她有沒有這些問題存在 她就說沒有 其實也是洗澡盡量避免淋到天花或者其他位置 因為她也沒有特別弄肉臉 總括來說我對這房子也滿滿意的 但也有幾個問題 以這個價錢來說 這房子也是偏小的 特別是有一間房間放不到雙人床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 走到火車站也要十幾分鐘 也不算太近 還有就是因為她是頂樓 隔熱比較差 夏天會比較熱一點 剛剛看完第一個盤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如何 有件事想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看樓這件事也挺重要的 就是要到那個區域走走走去感受一下 那一區的街道 周圍隔離鄰舍的氣氛 你才會知道那區是否適合你 例如好像剛才這樣 會看到那區周圍的街道是拍攝什麼車 那些車有沒有被人畫花 那些你是上網看 看圖片 是未必拿到一個想法的 可能那條片拍到房子裡很漂亮 那些裝修很漂亮 那但可能有些鬼鼠位那些你未必看到 那尤其是是剛才說的 就是可能附近那些隔離鄰舍那些 那些你是看不到的 還有都說一下我們這次看樓的要求 那其實我們這次主要想找一個 兩房的單位 那最好有兩個廁所 那但是如果價錢差太遠的話 那一個廁所都OK的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決定住在倫敦市區 就應該不會買車不會開車的了 那主要都是要近公共交通工具 還有因為不開車的關係 我們買東西那些都會依賴一些 可能附近的超級市場 那都希望附近有一些 可能大一點的超級市場 那我們買東西方面就會舒服些 還有多些選擇 那我今天呢就會主要在倫敦的西面 主要會在Aton 和Chicic這兩個地點 檢查那些數據那些都覺得 那些治安幾好 距離市中心不會太遠 交通都幾方便 那所以選擇這兩個地區就先看了 那我之後呢都會去其他不同地區再看 那麽快呢就去到第二間房子看看了 那其實第二和第三間都是很相似的 那租金都大約是1600磅 那所以我一起講了 那看到兩間房子 一間大一點一間小一點的 現在這間很明顯 這間主人房就大一點了 那有個大的入場衣櫃 那都幾深的 可以掛西裝啊掛褲都可以 那之後出來看看廁所 那看到又有這個奇缸 又有一個浴缸 那看下去的狀態就不算太差 那又不是很新的 那再看一看那些廚櫃 那就走下去 看一看客飯廳 那這個客飯廳 如果我們兩個人都足夠大的 那就有個落地玻璃啦 但是就沒什麼看 都是屋頂 那有一張梳化在這裡 那有一張桌子這樣 那就沒有剛才第一間這麼多電器 有電視啊那些 那上回來見到 那間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那些地板其實很殘舊 走下去是會吃吃吃的 那一個木式面的一個廚櫃 那還有雪櫃呢 都是有這個櫃面的一樣顏色的 那看下去統一一點 那就看第三間屋 其實跟剛才那間好似的 那些間隔有一點點分別 那些廚櫃就看下去就 就像剛才那間 那間 白色一些淺色一些 那但是客飯廳就好像再小一點點 而且沒有了剛才那個落地玻璃門 那他也沒有放一些傢俬在這裡 那相信如果放回剛才那張梳化和桌子 看下去就會更窄一些 然後一樣都是木地板 走下去部分位置都有些聲響 整間屋最漂亮應該就是這個儲櫃和電器 然後看看廁所 那廁所的間隔和剛才幾乎一樣 那個毛巾隔就再殘了一點點 那可能會有些秀跡 有些地方脫了油 那還有呢 那個長角線一樣 看到一些油開始脫了 其實需要補的 那最搞笑的 其實對門是塞住了地下 那些地磚可能是已經漲起了 那你開關門的時候 是會塞住了那些磁磚的 那我現在嘗試開門 開到某個位置 對門是已經塞住了不動的了 好 那再看看兩間睡房 那那個光其實都幾夠光的 那兩間房 那有個幾大的窗 那還有日後呢 都會有太陽曬到進來的 那但是看到呢 那兩間房的面積呢 都是小過剛才那間的 那那個衣櫃就 都不算很大 那他放了一些吸塵機 還有放了一條梯在那裡 那講一講 剛才那兩間房的印象 那其實就是一般的 因為木地板是最大的問題 就真的太殘舊了 問過去呢 都應該未必可以換到 那所以我們都未必會考慮 還有租金都要1600元 那所以都未必適合我們 到我們今天看最後一間房子 那又要上幾級樓梯 那A津哥哥開門給我們吧 那一進去的走廊 去看客飯廳 那客飯廳呢 有張L型的梳化在那裡 那他指給我們看呢 其實樓下有一個車位 是給這個單位去拍的 那就是現在白色那輛Benz 那就是A津哥哥的車來的 其實 那他說外面有一個露台 那但是站不到人的 那又有張客飯桌 那也挺大 那然後去看看廚房 那廚房呢 那廚房呢 就有個洗碗碟機啦 那下面的星盤有些櫃啦 那還有呢 那他連那些廚櫃啊 還有那些煲啊 那些都包起來的 那他告訴我們 如果你真的煮東西的話 有很多地方可以放東西啦 那還有有焗爐啦 有雪櫃的 那我們再看一看睡房吧 那第一間睡房其實都已經很大廈了 那他擺完一張雙人床都還可以三邊落床 那有些床頭櫃啊 那還有那個衣櫃 都是一個很大的入場衣櫃 那有四對門的 那可以掛褲掛西裝都夠了 那看看另一間睡房 那另外這間睡房呢 都是很大廈的 都是可以三邊落床的 有一個落地玻璃 那就有些櫃啦 又是有個衣櫃的 那衣櫃就沒有剛才那樣大的了 這個 就兩對大的門的而已 那就看一看樓下啦 其實就沒有什麼景觀可言的啦 都是一個停車場的位置 那再看看廁所 那就很簡單啦 都是有浴缸有棋缸的 那棋缸也挺大廈的 不需要就住就住了 洗澡 那還有有個位置可以放洗衣機 那上面也有一些位置放一下雜物 那最後還有個圓關位可以讓你擺鞋 還有掛褲 那終於回到酒店了 在適合市場買完的東西 買了一支Squatch 我用來洗 好像利賓納一樣 沖飲飲的 買了一支洗頭水 因為酒店那些都是二合一洗澡 連洗頭那些 那又買了一支水 因為我真的信不過他們那些電熱水煲 整體就看了Chiswick和Acton兩個地區 那我自己就喜歡Chiswick多些 Acton High Street 其實那邊的感覺 比我可能有一點複雜的感覺 人流就比較多 有些放一些街檔 比較 感觀上面可能雜亂一些 好像人流就複雜一些 在Chiswick那邊 其實就算在High Street 走下去都覺得很舒服 人們很輕鬆很輕鬆 白人的比例會比較多 還有很多綠化的草地 一些公園 其實除了兩個地方 各自在High Street之外 他們中間是有一些交界的位置 一些普通地區 其實那些地方 我覺得整個overall的感覺都蠻好的 在Acton再走到少許近Chiswick的位置 其實overall的感覺都像整個Chiswick的大環境 那些都蠻寧靜 拍在街上的車也很整齊 車的牌子都是比較高級 高上住宅區的感覺 其實說的 未必是那一個地區 人們買不起這些名牌車 靚車 但是如果你住在一個 可能治安相對沒那麼好的地方 你就未必會怕一架零射突出 或者一架很光鮮的車在那裡 另外最近生活的雜費 一些日常的開支 我都會盡量記錄下 來倫敦找屋就會有個參考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說真的 其實倫敦這邊我都不是太熟悉 我都是靠上網去找資料 然後可能自己做一些分析 去得出來一些結論 說的話未必完全正確 如果各位網友給我知道多些 或者我說錯有什麼漏 歡迎指證我 這條影片都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次就會去Vulich這個地方去看樓 是一個倫敦東面一點的地方 聽聞治安可能沒有西面這邊那麼好 我到時看到的環境是怎樣 會再跟大家匯報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這條影片幫到你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還有有什麼可以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哎呀 按錯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